有市議員和民眾都在抱怨 颱風已經過了好幾天 但是台北市街道上還是隨處可見 青島的路樹殘枝 不禁讓人懷疑柯市長的行政效率 對此柯文哲表示 主要是僱用不到工人和機具 才會讓災後復舊工作比較緩慢 就是說我們台北市願意花一點錢去僱人 竟然機具跟人都 因為大家都在搶工人 所以我想這樣 我們既然這樣 當然也有考慮說要不要拜託國軍 不過我想對國軍來講 他們應該是物來優先 我們不好意思說人家這種重災區 我們就跟人家去吵 我們要軍隊的幫忙 另外因為風災造成大台北地區水質混濁相當嚴重 柯文哲表示 這次原水濁度太高 以前沒遇過這種局面 未來將會定制新的SOP 關於這個我們會再做個專案的討論說將來的 因為以前沒有遇到這種局面 所以我們會制定新的SOP 那今天的問題是南四溪的水為什麼那麼濁 這是要去回答嘛 所以好吧你說那個不是造成的原因 可是很清楚嘛那天就是南四溪的水太濁了 翡翠水庫這邊北四溪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想是這樣 是不是那個造成的 我不管 那你就要回來說 那那天南四溪的水是濁的 所以還是上游水度保持還是有問題 只是說到底是哪一段 那這要調查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遇到問題的時候也不用去躲避 柯文哲表示台北市政府還是會積極調動人力 物力還有金錢 儘快讓市區恢復市容環境 而為了讓民眾安心 將會公佈處理的先後順序 記者許超雄台北報導 抱歉 嚇到你 都怪BB寬頻太優惠 每月888標網120枚 想兩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購物金 上網搜尋BB BB寬頻120枚每月888 送炫彩HD套餐 讓您看電影 風運動 玩綜藝 還有臉紅加心跳 在八年免費建置Wi-Fi 讓全家都可以同時上網 還送1000元7-11商品卡 快打電話 找BB